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右边的形体体积是几立方公分呢 也是一样 直觉上你看一下 你想要用补齐的方法 还是用分割的方法 这个题目呢 应该是用补齐的方法 比较简单嘛 对不对 就是把这块补起来 所以呢 我们就也是一样的思考 先补成一个完整的大长方体 然后呢 怎么样算出这个长方体的体积 它的体积是什么 长宽高 15乘以5乘以12 所以呢 算出来呢 就是900的立方公分 对不对 900立方公分 这时候我们再来回头算一下 小长方体的体积是多少 然后要把它扣掉 那小长方体的体积呢 也是一样 这里有4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厚度没有问题 是5公分 这个地方 这个厚度 这个厚度是5公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计算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发现 诶 我们不知道这一段是多少诶 那怎么算呢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这上面整个长度 是15公分 然后呢 你把这个7跟把这个3 给它扣掉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算一下 小长方体的体积 你就要算出这个边长 这一段是多少 箭头所指的这个线段的长度呢 应该是多少 是15公分 减掉这个7 还有减掉这个3 所以算出来应该是5公分 有没有 箭头的地方应该是5公分 所以呢 它整个体积就应该是什么 5公分 乘以厚度5公分 再乘以高度4公分 所以就是100立方公分 算出来最后最后的 整个形体的体积呢 就是900 减掉100 大长方体减掉小长方体 等于800立方公分 OK 其实啊 这个题目呢 严格来讲 也是可以用分割法的 只是呢 Maybe 可能不是你 常常习惯用的方法 但是我们小小的补充一下 如果今天你这样切 你看哦 我们这个把它这样切 下来 画得不认知 然后呢 你也把这块切下来 你分成 甲 1 柄 这3块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把 这3块的这个体积 把它算出来呢 第一块的体积 应该没有问题嘛 因为这是7公分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多少 这个地方是5公分 所以呢 这个是7乘以5 乘上12 稍微呢 把它写一下呢 就是甲的体积 应该是什么 是7乘以5乘以12 7乘以5 乘以12 好 那我稍微算快一点 5乘以12是60 再乘以7 所以是420 立方公分 好 这是立方公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柄的体积 柄的体积 可能也先比较好看 这一段是什么 3公分嘛 对不对 宽呢 这里也是一样 是5公分 然后高呢 还是一样 是12公分 对不对 所以呢 柄的体积 就应该是3乘上5 乘上12 所以呢 5乘以12 也是一样 是60 60乘以3 所以是180的立方公分 最后我们来算一下乙的体积 我们把乙的体积呢 写在这里好了 乙的体积是多少呢 乙的体积 这里是5公分 这个呢 深度的这个地方 这一段也应该是多少 也是5公分 那现在问题来了 高度是多少 这一段是多少 这个应该不难计算 因为这里是12 这里呢 是4公分 所以这一段的长度 应该就是12 减掉4 是等于8公分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 就是5乘以5 再乘以8 所以乙的体积是5乘以5 再乘以8 算出来呢 应该是多少 算出来应该是200立方公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把甲乙丙 三个体积加起来的时候 是多少 420加上180 刚刚好是600 600再加200 也是等于800立方公分 对不对 所以呢你发现 这一种做法也可以哦 所以这一题虽然我们的直觉上呢 是用所谓的补齐法 但是可不可以分割 可以啊 可以分割成三块 以上的想法提供你做参考 好 好 感谢观看